从此以后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童话到此嘎然而止 绝口不提婚后的柴米油盐磕磕绊绊 最终王子和公主离婚了 27日宋忠基发布声明宣布离婚 随后宋慧桥发声明回应 再多的指责惋惜都已经失去了意义 我们就来认真谈一谈 曾经让网友们高呼 我搞到真的了 给了我们满满糖分的双送夫妻 复合的几率有多大 冷静分析一波 众所周知 宋慧桥是有名的男神收割机 和合作的男演员绯闻传了个遍 但是得到乔妹承认的只有三位 第一位是李炳宪 2003年3月 李炳宪与乔妹一起在塞班岛度假 回国后在机场被记者赌个正着 恋情曝光 两人度过了一段十分甜蜜的时光 曾经还论及婚嫁 但好景不长 仅13个月后两人宣布分手 一时间也闹得沸沸扬扬 分手原因也引起各方猜测 2008年6月 乔妹与玄宾合作 她们生活的世界后 因喜生情公布恋情 两人一直被视为金童玉女 但是2010年3月 公司表示两人在年初就分手了 这段感情维持了25个月 之后被承认就是宋忠基了 两人于16年6月被爆粉文到2017年10月官宣结婚 再到如今离婚 一起走过了36个月的时光 在宋忠基的历届男友中 与宋忠基的感情是维持得最久的 也是唯一走到结婚这一步的人 很多人在奇怪为什么会选择他 有韩国媒体报道 宋忠基向宋忠基表白时被他拒绝了 看惯了帅哥 这一招对他来说并不管用 他曾多次表示自己希望的是爱情不是恋爱 然而宋忠基说了一句 我现在不是要跟你交往 而是要结婚 成功打动宋慧桥 宋忠基一句话说中了宋慧桥内心渴望的东西 知道他想要什么 他也能够给予宋慧桥想要的东西 在关宋忠基的感情史就比较低调了 2011年 宋忠基在SBS节目一夜的TV演绎 承认有女友并未被媒体拍到过 网友猜测为徐孝林 但未得到证实 之后宋忠基承认自己有过四段恋情 都不是演艺圈内人士 在宋忠基的女友中 宋慧桥是唯一一个被高调承认的 并且在太阳的后衣大火之后 不过对事业产生的负面影响 直接选择结婚 这是需要莫大的决心和勇气的 这也让很多网友纷纷评价 宋忠基为真男人 而宋忠基觉得自己娶到桥妹才是莫大的福分 一次他在语中接受传媒访问 问道宋慧桥有什么优点 他便指自己从宋慧桥身上 可以获得很多的影响和力量 一个爱你的人会把你示弱珍宝 在宋慧桥声明中提到 双方性格不合适选择分开 那我们有必要好好说说双宋夫妻的性格 宋慧桥以蓝色生子恋 红遍整个亚洲 浪漫满屋中聪明可爱的表现引领寒流 再到一代松狮和太平伦进军中国影视 宋慧桥所饰演的角色多以楚楚可怜 小鸟依人一面世人 俺仁一味安静的美人 但是宋慧桥曾经提到 自己私下会比较活泼一点 和朋友在一起会很疯 宋慧桥曾说过喜欢成熟型 事业有成的 虽然宋仲基是历届男友中唯一一个比他小的 大伙之后的宋仲基也算是事业有成了 宋慧桥也曾提过对于家庭 他觉得优先放在最重要的是家人 除了家人是工作 宋慧桥在采访中表示 现在觉得两个人只要在兴趣上 比如说食物也好 旅游也好 觉得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其他方面符合才能成为很好的一对 我喜欢的东西对方也喜欢 两个人才会比较幸福 我希望两个人心灵上对话都会比较很通达 希望双方都能尊重彼此的工作 宋忠基和宋慧桥都是滑冰健将 又同为演员 在兴趣爱好上不能再合适了 同为演员的宋忠基在工作上 也会充分尊重宋慧桥的意愿 可以说宋忠基很符合宋慧桥的标准了 再加上两人拥有共同的好友圈 如赵燕成 刘雅仁也非常聊得来 宋忠基是野心勃勃 脚踏实地的人 外表绅士 幽默开朗 不会轻易透露出真实的感受 身为处女做的她追求完美 对自己要求高 不是享受放纵的人格 曾经多次谈到过 理想型是米兰达克尔 但是自从有了乔妹以后 似乎都不一样了 在跑男上 在跑男上 当时和宋慧桥未公开 被问到理想型说 自己喜欢的女生要比自己个子小 还要有一点幽默感 喜欢长头发 按指自己的理想型是桥妹 在公布结婚之后再来看 真的是填到心坎里去了 这正是 你是什么样 我的理想型就是什么样 和宋忠基合作的女演员 朴宝兰接受采访时说 和宋忠基共同话题不多 虽然有时就在身边 却觉得她很远 而宋慧桥在接受采访时说 和宋忠基有很多共同话题 虽然年纪比较小 但是非常成熟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 也能证明 宋慧桥和宋忠基兴趣相投 意气相投 遇见一个势均力敌的人 是有多难呢 就算是宋慧桥 在和李炳县 玄斌的恋情中 也只是狼才女貌的貌 在谈恋爱中 似乎她只要负责美就行了 而和宋忠基的恋情中 出现的词是 旗鼓相当 势均力敌 外貌出众的宋慧桥 从初中开始就是笑话 是著名五整美女 同时是众多男明星的理想型 刘亚人曾公开表示 自己客串《太阳的后衣》 就是为了宋慧桥 过了30岁的宋慧桥 比20岁时更加的成熟内敛 具有别样美的她 魅力不减 有人形容她像春风 温暖 却有力量 而宋忠基是国民老公 颜值也不在话下 网友评价她 刚刚服役归来的宋忠基 有颜值 有身材 展现了真正的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结婚的消息一出来 网友们就已经在期待 两个孩子的神仙颜值了 初到20年 宋慧桥的广告片约不断 赚得盆满钵满 再加上卓越的投资眼光 在国内国外都有自己的房产 宋慧桥在名单公开2016的 《不动产理财王者》中 因为雄厚的财力排名第二 而第三就是宋忠基 宋忠基自己坐拥将近100亿的房产 有足够的底气才能谈爱情 两人结婚时韩国媒体戏称 这是建立了一家中小型企业 因为这两位太富有了 宋慧桥从15岁出道 出演的韩剧步步爆款 《蓝色生死恋》和《浪漫满屋》 更是经典中的经典 而宋忠基被称为中午录小生之一 拿到了韩国很有分量的演技大奖 足以见得大众对他们的认可 退伍之后参演的《太阳的后衣》播出后 济升为新一代的国民老公 事业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事业的成功让他足以站在宋慧桥的身边 输出那句嫁给我 两人婚讯爆出时 不像其他明星保贬不一 而是一片祝福声 也是两人在戏里表现得太过于真实 让人们一下就能接受两人的结合 国际顶尖艺人的结合 真正应了那句话 好的爱情是势均力敌 现在分开是真的 以前让人艳羡也是真的 曾经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甜蜜和美好的 双宋夫妻的童话故事到这里就赶然而止了 只能祝福双宋夫妻以后各自拥有美好的人生 以后带来更好的作品吧 有一份势均力敌的爱情不容易 至于会不会复合 说不定在另一个平行世界 双宋夫妻依然在幸福美满地生活着 记得要依旧相信爱情